欢迎收看12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为了因应长照需求 秀林乡第一间由太鲁阁族人开设的居家长照机构正式开张 透过专业训练的照服员 协助失能者日常生活照顾以及身体照顾等服务 以在地原住民青年创立 以原民之心用心照顾每一个人 一新城居家长照 好 接目 321 接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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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恭喜 有些文乡太鲁阁族人所开设的第一间居家长照机构 21号正式开张 华人县市立一新城居家长照机构经理杨志宏也说明开设的理念 在地人去照顾自己的长者 所以我们很欢迎我们的青年多多回乡 然后去参与我们的这一个回乡的一个返乡服务的一个动作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部落长者真的是非常需要我们原住民的朋友的小朋友们一起来照顾 因为我们的文化正在流失 所以因为我以前是当老师 所以我在文化这个部分 我希望呢 透过我们这一个长照机构的成立 那未来我们会做越来越多有关文化相关的一些传承 尤其是因为我们的老人家 他其实都是我们文化的宝石 透过这一个长照的这一个途径 还有跟我们在地协会的合作 让大家能够让我们 不管是太鲁阁族的文化 或者是未来我们前进受风向 安美族的文化 我们都希望能够透过长照这个过程当中 让文化得以继续传承下去 花园县市立一新城居家长照机构 又负责人 蒋爱正也说明推展业务的项目 所以是派照顾服务员去按家服务 那除了照顾服务员之外 我们有推专业马别的部分 所以专业马别的部分 有护理师可以到按家进行服务 可以更了解说 长者他目前的身体状况 或者是说如果有居家护能 或者是说他刚跌倒骨折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进行 他后续的一些服务等等 前来租客的贵宾相当多 包括县严陈美莲 秀营下面来代表会主席乐园 下面代表会晋文 秀营相公所市会和客长吕艾美 从来村长吕惠玲也前来共襄盛举 跨人县市一城的居家长照机构 也前往秀营相境内的文化健康上 进行宣导推展业务 而申请的资格只要是50岁以上失智者 60岁以上失职人 独居和衰落老人都可以前来申请 希望能够得到所需的持续性照顾 舒缓家庭照顾者的压力 以改善生活的品质 记得9万年求小伙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连栋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